八仙城暴意外 又添一名罹难者 全身有81%的消烫伤 就读万能科技大学的19岁林芷芸 昨天把管不治 19岁的女大学生林芷芸 在八仙城暴意外中重度烧伤 全身超过80%灼伤 被送到医院时意识清醒 但伤势严重 在7月初就出现血氧浓度偏低 第一次进行叶克膜急救 后来因为状况稳定而拔除 但昨天下午开始病情急转直下 出现呼吸窘迫再度装上叶克膜 家主不舍守在病房外 陪在林芷芸身边送他最后一程 19岁林芷芸就读万能科技大学 脸书封面罩放的是和男友的合照 留着一头长发的他拍照表情相当活泼 看得出来是外向开朗的女孩 医疗团队在治疗过程当中 也感受到他坚强的求生意志 但林芷芸还是因为感染导致败血症 并发多重器官衰竭成为八千城包意外当中 第七名死亡的病患 而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八千城包意外中的伤者 还有186人病为251人在家户病房治疗 记者桃源综合报道 第七名死亡的病患